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覺得什麼叫特殊四邊形 我聽到正方形還有什麼 長方形 梯形 梯形 平四邊形 菱形 真形 好首先來你桌上的扣條 請你先給我一個平行四邊形 用了幾個顏色 兩種 然後每個顏色各幾隻 兩隻 那你怎麼扣 隨便扣嗎 顏色一樣的扣在一起 沒有 扣在對面 對面 好那請問一下 我們有說過 我們實際上是用平行四邊形的 那個對邊平行來建構四邊形嗎 實際上你在扣的時候 你有看到平行嗎 沒有 所以你用的其實是哪一個性質 對邊 對邊 等長 那為什麼對邊等長 扣起來就會是平行四邊形 用三角形 用三角形哪裡有三角形 平四邊形被我切成兩個三角形 然後這兩個三角形怎樣 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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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全等 這兩個 這兩個叫對應角對不對 對應角相等 然後他們剛好是一組 內錯角 內錯角相等可以讓誰平行 什麼色 紅色 紅色平行 然後這兩個角相等可以讓 綠色平行 所以我可以從對邊等長推到 對邊平行 平行四邊形 在動來動去的過程中 會跑出什麼形來 長方形 你手上這個長方形 它還是平行四邊形嗎 是啊 因為它動來動去的過程中 它的對邊是不是保持相等 所以它的對邊也會保持平行 好 那平行四邊形再加什麼條件 就會變成長方形 四個角都是90度 請問這六個形狀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它們都有什麼特徵 都有紅色 都有黃色 都有黃色 至少兩條 表示它們四個邊裡面 至少有兩個邊 一樣 所以我們決定從邊下手 你有看出來老師第一層分類 在分什麼嗎 對邊 對邊和 臨邊 臨邊 臨邊有等長的 真形 臨形 臨形 正方形 正方形 最後從這個圖來理解 這個家裡面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好來拼音四邊形往下 有直角變 長方形 臨邊等長變 臨形 臨形有直角變 正方形 長方形臨邊等長也變 正方形 所以 這四個人他們都是平行四邊形他加的 正方形是 菱形的一種 正方形也是 長方形的一種 正方形也是 平行四邊形的一種 來還有一個人跟正方形有連線 你有沒有發現是誰 這個菱形跟真形 如果對邊等長是不是就會又連在一起有沒有 所以 菱形也是 真形的一種 所以 正方形也算 正方形 真形的一種 只有一個人他是朋友 不是他們家的人 是誰 等腰T 這樣這六個人的關係你有搞清楚了嗎 那現在請你拿出你的平行四邊形來 這平行四邊形會動來動去很麻煩對不對 好 那所以如果我想要讓他變成長方形 我想要固定直角 那這時候我要怎麼樣讓我的直角不會跑掉 放一根對角 放一根對角 放一條線在 中間 這樣 他說 我就 我就把它變 變這樣 跟這個邊一樣長 然後我就會固定了對不對 請問這樣會固定 好我們來看一下 超補固定的 請問我現在還是長方形嗎 我除了真的拿兩腳器來量以外 還有一個很快的方法 可以確定他是不是 有保持長方形的形狀 一個長方形應該會有幾條 對角線 兩條 兩條 再扣一條 什麼的 一樣 橘色 橘色 頭一色的 再扣一條 那如果這一條怎樣 我就可以確定我的長方形是對的 可以扣上去 可以扣上去 非常好的答案 可以扣上去 而且 剛剛好 那表示你們知道長方形的一個特徵 表示長方形的兩條 對角線應該要 一樣長 今天的主軸主要要來思考 那我有沒有可能 只靠對角線 就伸出長方形 如果有一個四邊形的兩條對角線 一樣長 他就會是長方形 他就會是長方形 你覺得這句話 對不對 你覺得這句話 你對老天一樣 我確定他好 所以說 如果 一個直邊形 這樣就不得 這句話對不對 這句話對不對 你現在先做選擇 來 比較會先干擾 也許你覺得是對 那是錯的 錯的 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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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出來一個 不對的舉手 所以全班都知道不對 寫了 因為有可能是正方形 所以不對的舉手 他足不足以推翻這一句話 這正方形是長方形 因為正方形什麼 也是長方形 我們長方形本身 是不是包含了正方形 所以當你說 有可能是正方形的時候 他足不足以推翻這句話 因為這是同一件事對不對 唸一下你的答案 因為焦點不一定在兩條線的中間 是他注意到一件事 我剛剛只講了要等長 我有沒有講 怎麼教 沒有 沒有 那凱君給出了一個 還蠻明確的答案 等腰T型對角線等長 他也有可能是等腰T型 那等腰T型 可不可以推翻這句話 就可以推翻 因為他不只長方形 還有別的型出現 我要把這裡 補充一下 然後讓他真的是長方形 那我這裡要寫什麼 是兩條線平分嗎 蛋子 他如果蛋焦直下去 這平分是平均是平均 這好問題 廠方點都平均 廠方點是平均 你拿了兩條 所以一樣長是不是要件 是要件 所以你要不要寫 好要寫 好 然後再來 且 且 且怎樣 焦點在中心 焦點在 焦點在 中心 中心 還不錯 不錯的寫法 好 不是喔 他們不一樣在哪裡 焦點在中心跟 互相評分 所以 如果焦點在中心 是不是就是跟互相評分 是同一個概念 當我叫你拿兩條對角線 扣起來 張出四邊形 哪一些 情況是你要關注的 你要關注的是 這兩條線有沒有 一樣長 所以長度是不是你要寫的 扣哪裡是不是重要的 好 所以第一個 長度是重要的 第二個 焦點是重要的 好 那還有一個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那還會動 對 角度是重要的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確定一件事 拿一樣長 扣中間 就一定是長方形嗎 好 接下來老師要讓你們自己 來研究其他的型 對角線要怎樣 才能確定那個型 所以我們能拿一樣 變成平分不是也可以變成 好 正嗎 對 那你已經有腿子了 那雅細有腿子 有 有 他菱形不就是真形的一種 對 所以菱形還有真形 他的性質都一樣 他這個 對角線那個特性就是第一 你說兩組是哪兩組 就是這兩組 抓這兩組 所以是一組而已 一組兩個 這兩條等一起 這又不一樣 沒有我全等三條一起 就是 這個 已經想到了兩個 啊不是要講焦點 對啊 要講焦點 你要講這個點叫什麼 把兩個對角線等長 然後夾角為90度 然後 兩個對角線的焦點會在中心 我們剛剛說先講什麼比較好 等長先講 等長有沒有辦法再說得更短 沒辦法 好等長寫完之後 我們要講什麼 交於終點 扣哪裡對不對 好 所以 焦點在中心 焦於終點 焦於終點 或者是講 剛剛我們說數學上專業的時候 專業的詞都講 互相評分 再來 夾角為90度 用兩個字代替 哪兩個字 垂直 沒錯 所以 等長 互相評分 且 垂直 這樣會比較精簡 做一次邊形的兩條對角線 垂直且互相評分 則此次邊形的零形 他說垂直且互相評分長這樣 可是你沒有講長度耶 長度 用力度就沒有 你是拿一長一短對不對 那一定要拿一長一短嗎 不一定 等長可以嗎 可以 等長會變誰 正方形 正方形有影響零形嗎 沒有 所以正方形也 可以嘛 這個孩子 內心的小世界很複雜 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依四邊形的兩條對角線 互相垂直相交後分別分出 兩組面積相等的三角形 其中一條平分折齒 四邊形歪真形 請問長度要不要寫 沒有 可以一樣長 可以一樣 好所以不用講長短 好你接下來為什麼會想要講 面這個面積 就因為這個不知道怎麼評分 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道怎麼說 評分 哪裡有評分 沒有 我說香蕉之後 香蕉之後 垂直 你垂在什麼地方 中 那這樣啊 就是不知道怎麼講 這條就是他不知道怎麼講 比較短那一條 比較短的那一條的中間 所以這一條一定要比較短嗎 不一定 其中一條就好了嘛 齁 你用互相垂直其中一條平分來扣 是不是就扣成這樣了 對 好 扣成這樣之後 面積是不是自然就會相等 對 所以相交後分別兩組面積相等的三角形 這件事 是不是他附帶就會有的 嗯 你要不要特別講 不要 其實不用 所以這件事可以 不用講 我覺得其中一條評分 好像少一個字喔 其中一條評分誰 被評分 沒錯 被誰評分 被另外一條評分 被另外一條評分 這樣是不是更好一點 兩條對角線互相評分 對角線可以不用等長 就會是平行四連結 你要扣哪裡 扣中間 扣中間所以他要互相評分 一定要扣中間 一定要扣中間 好 那你寫不用等長 還是不能等長 可以不用一樣長 可以不用一樣長 表示可以一樣長嗎 可以 所以這句話要不要特別寫 會不要 等長會變什麼 長方形 長方形算不算平時邊形的一種 算 那不用考慮夾角嗎 同學90度會怎樣 contrario 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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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g autant 可以 因為櫻形也是 平行四邊形的一種 所以平行四邊形 只要關注一個條件 就是扣中間 Y رu1是 邊形的兩條對角線 等長但不垂直評分 則此是邊行爲等要提型 好啦 你先隨便扣 不扣中間不垂直就好了 可以垂直 可以垂直 垂直有差嗎 那大家覺得可不可以垂直 我們不要寫不垂直 不垂直 但是你要不評分 那不扣中間其他隨便扣嗎 對 好來同學你兩條不要扣中間但隨便扣 你覺得不是的舉高 他有沒有等長 他有沒有扣中間 沒有 但是他是不是等腰梯 不是 他是不是少了一個有一點關鍵的條件 他不能扣中間是沒錯 但要扣哪裡 這個時候另外一組用了比較 比較清楚的方法來寫 這個難在什麼 難在你要用中文 來取代OA等於OB OC等於OD這件事 扣在什麼 扣在什麼 兩條線的全部 中間 我們不能扣中間啊 同一個點 同一個點 扣在兩條線的同一個點 意思是什麼 好這個不好表示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把六種四邊形都利用對角線把它建構出來 好也就是說其實特殊四邊形我們光對角線就足以決定它的形狀喔 邊邊是你的作業 我們剛剛用邊來分類 可是我們對角線是不是也可以建構四邊形 可以 所以請你回家練習 如果我用對角線分類 格子裡面要填哪些 對層 這樣我就不會亂交了 我就不會亂交 他的感覺是這樣 有點扣 一定要扣中間 好 請問這樣會固定 好我們來看一下 超補固定的 那如果這一 他這個最多的可能是��路 沒有 還有甚麼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